激烈的歌曲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說少少補充資訊 其實這兩日,微辣方面又有一些動作出到來 突然之間有一條片,引出了一首而似是Dish Ha Ging的歌曲 這個歌曲出來之後,它的內容是英文來的 也有不少網友看完英文歌詞之後就自行翻譯了 後來這條影片所出現的兩個微納藝人 一個卡特、一個阿成 兩個人突然之間變了暴風圈裏面的人物 卡特不用說啦 這首歌疑似都是他們作曲填詞的 就找了阿成去唱的 然後阿成本來就已經是大部分網民都原諒了他 竟然就因為這條片被人拉回他上火線 然後阿成也出了一個IG的story 他就罵那些當時人全部潛水不出來歸縮 後面再說的話就一些比較晦氣 就說什麼都自己做要罵罵他 來到這個時候一開始我都以為這條片 是不是微納藝裏面有人想推阿成出來 去推他出來做一個吸引仇恨呢 甚至乎是令到些網民攻擊阿成一個人呢 大家注意啦 阿成是有抑鬱症的 可面則面那些太難聽的說話 還有他都出了一個poll 那個poll上邊也都講 當時人全部潛水 其實我們應該了解當時人是些什麼人啦 我們講回正經先 其實這條片怎樣出來呢 後來找下找下呢 找了好久 結果有網友他就私信我跟我說 原來這條片是他找出來的 那他當時在大陸的一些小平台 就找了這條片出來啦 那這條片他再upload上B站 跟著就傳到周圍都是啦 都講得上天網恢恢 估不到一條這麽關鍵性的片 竟然是有漏網之魚在大陸的網站那裏出現 其實今個7月都可以講得上 對微辣來講是一個災難性的一個月 為何這樣講呢 本來農曆7月剛剛踏入去 雞兵就選擇在7月初二鋪片復出 結果他一鋪片復出 又有網民找到雞兵之前的影片發了出來啦 跟著的事大家都知道啦 然後隔幾日來到現在 7月初五左右 又有一個這麽關鍵性的影片 這麽關鍵性的歌詞出到來 其實有時你真是想不信邪都不行的 就連是跟我說找到影片的網友都在講 他說整件事好邪 這麽多日都找不到 就是這一日這一段時間才被他見得到 那麽歌詞部份呢 我想大家都睇過的啦 大家就自行判斷到底是不是dis人啦 但是我們要看回一個時間 一個什麽時間呢 就是這一集這麽的影片內容在什麽時間發佈啊 它是在7月25號發佈的 7月25號是什麽日子啊 那麽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應該記得 阿貞就是7月26號震尼西的 那7月25號前一日呢 其實已經是做過一次這麽的動作的啦 那如果這條片是7月25號上傳的話 會不會阿貞就是看到這條片而去做一些傻事呢 那這一點其實好恐怖喔 那麽我們再講返件事啦 那麽不要講阿成怎樣怎樣啦 大家都不要說針對他啦 那麽抑鬱症病人啦 那等下有些什麽事的話 那又有位給人入給人講啦 那麽我們講返整件事啊 那麽其實阿卡特為何要寫一首這樣的歌呢 那麽如果這首歌真係不是講阿貞的話 微辣方面可不可以出來澄清一下呢 其實大家都好想知道 到底你們這首歌是什麽意思 為何這個時間是可以這麽巧合的呢 因為你睇回阿貞之前所講的東西啦 他説一些不利他的歌和短片 那麽這些不利他的歌 歌就找了啦 短片應該不見了啦 那麽和你睇回微辣方面 他們出那個公告 即是阿貞離世的前員工的公告 他們比較在意的就是 竟然在那份公告上面就在同你說 我們十周年不做了 延遲啊 他們關心的是十周年喔 那麽會不會十周年真係有些問題在裏面呢 那麽我們再講返一些歌啊片啦 那麽其實呢 阿貞去世之後呢 他這些影片在YouTube 和主要幾個大平台呢 是突然之間下了假的 那麽但是啦 好似剛才那麽講啦 天網灰灰疏而不漏啦 在這些時間就找到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麽本來呢 那麽微辣方面 如果不是 雞翁那條片被人曝光了的話 那麽基本上呢 我自己認為雞翁是可以復活的 就算是這一條影片曝光之前呢 我都是覺得雞翁好像沒什麽 應該都可以復出得到 那麽猜不到啊 那些真係天意來的 那些片早不出來 遲不出來 就是你雞翁呢 出了一條廣告片之後呢 那條一分鐘左右的短片 就地圖炮色那樣出來了 那麽而且他們選擇的做法呢 不是回應網民的問題 而是逃避問題 他說Stan的條片 那麽這個這樣的動作 是不是代表心虛呢 我不知道啊 那至於一開始呢 就以為阿成啊 可能被人當作棄子啊 或者被人推了上去啊 那麽如果是按照 剛才所講的消息內容去看呢 那麽原來所有事呢 都是一個巧合來的喔 但這個巧合呢 真係相當恐怖啊 是一到七月 本來梅辣呢 在雞翁這件事之前呢 是叫做已經可以沒什麽人提 是減少了好多的火頭的了 那麽一到農曆七月 鬼門關一開呢 竟然就連環爆 還要爆得這麽厲害喔 是原本呢 已經是叫做很多網民原諒了他的阿成呢 都被人拉出來喔 那麽跟著呢 就被人揭露了啦 原來這首歌呢 亦都是卡特他搞出來的喔 因為這首歌呢 是好多網民一直在網上找緊的 到底是什麽的歌去跌砂精呢 甚至乎我收到的消息 微辣內部的人呢 高層的人呢 亦都是否認 說有跌砂精的歌和影片的 那麽但現在這首歌這樣出到來 算不算得上是證據確鑿呢 那麽其實管理層來講啦 這一類這麽的表演 這一類這麽的歌 其實應該是要負責人看過 才可以給他出的 因為牽涉到什麽呢 可能是要錄音的嘛 那麽擺上十周年的嘛 那麽六豪子作為創辦人 又是老闆又是負責人的話 那麽這首歌他應該是看過的 如果知道是會令到一個抑鬱症的女仔 受到傷害的話 為何還要出這一首歌呢 再加上個時間點也都好細絲極恐的 25號出這條片 那麽跟著呢 人家26號就不在了 那麽這些小平台 他應該是一個自動分發系統來的 就譬如他用一個程式 就按幾個鍵上傳一次 就全部分發去大陸所有的平台的啦 那麽今次這件事呢 我想最主要呢 如果真是阿貞顯玲的話呢 應該就是想這首歌曝光到出來 等人知道原來真是有一首 那麽的歌詞咯 那麽當然啦 太靈異的東西就不講啦 那麽總之現在呢 就同大家找到這一首歌的源頭啦 那麽最後都講多次啦 那麽這個影片的源頭呢 找到片的那個人呢 已經是同我聯絡了說是他找出來的 那麽還有啦 7月25號這條片 如果真是好似 網友之前講那麽啦 就說他呢 是即日拍即日剪的話呢 那麽其實那仇口都好大呀 再加上呢 今次卡特呢 又再次亢多阿成一鑊啦 影哭相呀 預你阿成一份 那麽還有啦 唱這個跌人的歌呢 又要拉你阿成落水 其實你卡特是不是同阿成好大手口呀 那麽現在看回整件事呢 卡特呢 在梅蘭裏面都可以講得上是MVP來的 他幾乎是靠一人之力 是可以毀滅了整個梅蘭的 好了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